哈啰大家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Justina 我们是不是离上一次做这录影片有点久了 因为前一阵子呢 我就是忙着工作 去旅行 去了趟美国 泰国这样子 所以都是Vlog的影片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拍一个久违推大家入坑的影片 就是信心念念的淘宝开箱 很有用 旁边的一个东西呢 这个五岁生气 很喜欢睡觉的 它里面的那个小花叶子 那今天除了要跟大家分享我所有的淘宝战利品之外呢 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最近发现超级省运费的集运公司 就是Nok Express 名字是不是很可爱呢 它就是那个抢我们noknok的那个nok 那其实我发现它们的空运是非常的划算 手重是1公斤 然后续重是0.1公斤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买了1.2公斤的话 它们算你的运费是1.2公斤 而不会像其他的公司算你2公斤或者是1.5公斤 那我来教大家怎么用这个Nok Express 你只需要打开你们的微信 Vchat 然后再小缴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进去这个程序了 大家记得少一下这个二维码 因为首单购买呢 会有10%的优惠 记得记得先打开微信 然后再少这个二维码 那进入这个程序过后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转运中心 收货地址 然后你们就一键复制 就是把这个收货地址的这个address copy 然后去你们淘宝setting那里 换掉你们的这个收货地址 按一下这个添加收货地址 然后再复制刚才的那个地址 OK 然后当你在淘宝购物完毕之后呢 你就去Nok Express那里 按一下我要几运 新增预报包裹 然后再填你的那个物品的单号啊 就是名称 多少钱 试补货 还是化妆品等等的 那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包裹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按一下继续添加包裹 然后预报添加到仓库 那当你的包裹全部都到达仓库过后呢 你们就可以去这个倒仓包裹 来拆一下包裹 然后选择这些包裹过后呢 你们就要去选择收货地址 然后再输入你们的名字啊 地址啊 呃 电话号码等等的 过后呢 就是打包方式 那其实它这里有两个免费的选择 就是一个是不拆包 然后黑色包裹模 那我本身是比较喜欢用紫箱 合起来然后再打包 同时还可以选择BEST DHL 或者是GDEX当地的Corea 来寄送你们的货物 他们呢 还可以寄送化妆品 食品 电子产品 这些敏感货物哦 好 推荐好了 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重头戏 一起来开箱吧 OK 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淘了这个 自古小众设计的这个单肩包 最近呢 不懂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就是很爱用 这是我在美国买的啦 就是这一个 在Urban Outfitters买的 还有这一个 个人就觉得很好搭衣服 而且这个马币算得来大概35块这样子而已 而且还是装得了东西的 近期呢 就是流行那种复古时尚 所以我就有开始收集了这种包 来搭配我不同的那个穿搭这样子 这一家呢 它在淘宝4.8 reading这样子啦 我个人是觉得不错 而且我发现就是 它们是没有色差还是什么 你看这一个 跟这一个 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它们家还有很多 其他很可爱的包 啊 so cute 你看还有这一种的 哦 超美的 Next 就是我很爱穿的靴子 我相信大家在我去美国的时候 都有看到我就一直穿一对白色靴子 那个也是我淘宝买的 我觉得是很好搭衣服这样子 而且我在美国真的是有发现很多美眉就是穿靴子 就是那边其实真的是很流行 所以我就又去买了另外一双我没有的颜色 这个我觉得会比较短一点 因为我之前买的会比较高 我来试穿一下 好看哩 这个码B133 就是没有超过155 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而且它 rating是4.9 4.9 4.9 所以 接下来这个呢 是我跟大家分享过的首饰收纳盒 那之前我分享的其实是 就是适合摆在家 收在家里的抽屉等等的 可是当我发现我出国出门的时候 我就用了这个 小包 来装了我的 衣服 它是乱到一种地步 虽然它可以真的是省了很多位置 可是你看我现在的衣服是 一堆 所以不管是耳环啊 项链啊 就是戒指啊 全部都是在一个包里面 所以我就给自己买了这个 我是打算放我的耳环和我的戒指 还有另外一个呢 我妹妹之前也是有分享过 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album这样子 就是这里我都可以放项链 它就是一本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我放了我再给你们看 它其实是很有用 带出去是很方便的一个东西 我也买了小本了 就是in case 有可能我accessaries也没有很多 一本就可以收完 或者是我去没有出远门啊 就是有可能KL啊 或者是比较靠近的国家 我就不需要这么多accessaries 我就会用这一个 它里面呢 其实是有附上这种一包小小包的 它就是没有直接给你放进它的那个album 因为有可能就是会画出来 所以它是有小小个这个袋子 就是你打开你把它放进去 再把这一包东西放进那个album里面 那这个东西呢 是没有超过麻痹10块 这一个呢 两个夹起来是大概25块这样子 再看一下我成功的 transfer我的accessaries into 这一个 有个ucolet 从手链开始 到项链 耳环 还有戒指 我发现哦 如果你是有很多比较大的耳环哦 这个东西是装不进的 全部东西都是偏小的话 这个就装得进 要不的话就用这一个 上我买了这个东西 真是厉害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买 它就是出门用的一个小枕头 因为我是很喜欢睡觉的人 然后我就在淘宝找了一些 我没有试过这种在飞机上或者在车上睡的枕头 因为都是那种U型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大扣 就是个人觉得还好 然后我就找了这个 我希望这个可以帮助到我 就不管坐着等飞机啊 还是什么我都是很喜欢睡觉 然后他就这样 等我上我飞机我用了这个东西 好不好用我再告诉你们 OK 它这里就是写 坐车啊 飞机啊 在办公室 五岁生气 我应该是被这几个字吸引到 感觉是很舒服啦 这个我真的是要本身试了 再给你们知道 接下来这个呢 是鞋子收纳袋子 我看了他们的review 他们这样是可以放四双鞋子 因为我每次我就是把它放进dust bag 然后就放进lickage这样子 感觉这个是很不错啦 就不管是进还是出源门都好 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 然后他这个东西呢 是可以就是插在lickage 就如果你是hand carry 你没有带很多东西 或者是放不进去你的hand carry的话 他就是可以这样子用 next 化妆收纳包 我也不记得我买这个了 说淘宝就是这么的恐怖 说说一下就觉得 我好像需要这个 我好像需要这个 我好像没有耶 可是一拿回来就 为什么我会需要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是长什么样子 它就是有一个手提的地方 然后这里打开 然后就这样子 它里面的那个收纳的地方的size 有一点不一样 最后一个是特别大哥的 所以希望这个装得下我的skin care 跟我的make up 因为现在我的skin care 的make up是分开的 不够装 然后希望这个装得下我所有的东西 那就是到我这个化妆品 skin care的收纳包 还真的是可以装完我的东西 这些都是我的skin care 再来这个呢就是一些 tools make up tools 这个呢都是眼睛的 然后这里呢就是我的foundation 和我的一些lipped products 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个 啊 小拉车 超市买菜神器 可是我目的是要拿来装我的拍摄的东西 因为我之前有看我摄影朋友 手推着这个东西 而且是超方便的 那我特地加了那个轮子 可以上楼梯 然后还有附上这个sticker 它这里其实还有很多颜色 有紫色啊 有蓝色啊 然后这个价钱呢是116 哦还有另外一点哦 这个东西是可以折的 就如果你是放在抽里面 或者是行李箱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折了 然后再拿出来用 耶 我把这个sticker给念完的 超Q 好 今天的淘宝开箱 大家还看得满意吗 有哪一个是你们想入手的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推荐给我的淘宝好物的话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哦 如果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呢 记得like按下订阅 然后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下一支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